她抛弃华为的百万年薪 只为了能够将自己奉献给国家 从环球小姐到中国首位女舰长 她的人生经历早已超越了传奇 第二个 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这位女舰长 韦慧晓的传奇之路 1977年 韦慧晓出生于广西百色 从上学时期开始 韦慧晓就展现出了不同常人的特点 她始终都会给自己灌输一个理念 要做就要做最好的 要不然就不做 也正是这份理念 让她之后所遇到的困难 全部迎刃而解 2000年 韦慧晓毕业之后 直接进入到了华为工作 随后她便靠着能力 一步步晋升为了高级副总秘书 要知道 这个职位是可以拿到百万级别的年薪 而韦慧晓能够达到如此高度 她只用了四年的时间 那个年代 能够拿到百万年薪的人屈指科数 而韦慧晓就是其中一个 但她得到这一切之后 突然明白自己并不想要这些 她想要继续学习下去 后来韦慧晓在百万年薪和考研深造 选择了考研深造 2004年 韦慧晓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山大学 并选择了地球科学专业 这个陌生的专业对于韦慧晓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困难 但她并没有选择放弃 反而是将自己投入到知识的海洋里 在此之后 韦慧晓多次到西藏贫困地区进行支教工作 还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担任着志愿者等等 韦慧晓从不给自己设限 只要是能为国家做奉险的事情 她就会一直去做 在一次外出勘测期间 韦慧晓看到了我国海军舰队在南海巡逻 而那艘巨大的军舰深深吸引到了她 也许从这一刻开始 韦慧晓似乎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那个时候 韦慧晓已经32岁了 虽然国家已经明确规定了 优秀人才可以放宽年龄限制 但留给韦慧晓的时间并不多了 自从韦慧晓将自己准备参军的消息告诉家人之后 他的家人们都对他这样的做法感到不理解 他们想不明白 为什么韦慧晓要在30多岁的时候 不选择百万年薪 而是选择参军入伍 华为甚至在听到韦慧晓毕业之后准备参军时 他们立马给韦慧晓发来消息 希望他能够再次回到华为大家庭 华为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虽然说华为领导已经对韦慧晓诚意满满 但韦慧晓已经深知自己人生的目标 便拒绝了华为的邀请 我们都知道人的体能是和年龄相挂钩的 对于韦慧晓这样的年龄来说 军队里的训练无疑是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但韦慧晓已经深知自己人生的目标 他便失之不渝的为此而努力 刚开始韦慧晓为了能够提高自己的体能 他从不落下每日的五公里跑步训练 有时候韦慧晓还会给自己增加点难度 只为了能够让自己适应军队的压力 2011年韦慧晓向中国海军部门负责人写了一封信 而这封信的内容是 韦慧晓对于过去自己30年来的人生独白 他希望将自己奉献给中国海军 没过多久 海军部门专门派来调查员来对韦慧晓进行证审调查 虽说韦慧晓已经年龄大了 但他所展现的能力正是军队所需要的 2012年34岁的韦慧晓被特招入伍 成为了辽宁舰上的一位新兵蛋子 当他踏上辽宁舰的那一刻 韦慧晓就准备朝着女舰长的目标发起冲击 要知道女舰长这个称号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足以说明韦慧晓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 当时跟着韦慧晓一起入伍的新兵都是十几岁的弟弟妹妹 他不敢让自己落后给他们 于是韦慧晓每次训练都要比普通人更加刻苦 并且还会在休息时间让自己去学习理论知识 在这样的刻苦努力下 韦慧晓成为了整支舰队上最后一个吸灯的人 而每次早操的时候韦慧晓又是第一个站在甲板上的人 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训练下 韦慧晓逐渐蜕变成为一个真正的海军战士 但韦慧晓真正的困难并不是这些 他最大的敌人是晕船 有一次韦慧晓在桌子上会图作业时 突然一阵风将军舰吹得左右摇晃 这点锋利对于老兵来说只是正常水平 但对于韦慧晓来说这却是一个巨大的困难 每次晕船的时候韦慧晓的胃力总会翻江倒海 然后就开始不停的呕吐 等到自己感觉好一点的时候 韦慧晓就继续着自己的工作 这样反反复复一来 韦慧晓逐渐逐渐适应了海上的生活 曾有人计算过一个新兵到舰长的时间 至少需要15年以上的时间 但韦慧晓深知自己的年龄偏大 要想完成自己舰长的目标 他必须更加努力下去 在军舰上韦慧晓每次都会和其他战友们一起打扫卫生 就算再苦再累的活 韦慧晓也会强干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熟悉舰队上的每一个工作 这也为他之后成为舰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仅仅过去了一年 韦慧晓就凭借出色的能力晋升为了辽宁舰海部副部长 这晋升速度堪比火箭上空 随后韦慧晓就一直按着自己这样的势头 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做出奉献 2017年 韦慧晓成为了郑州舰的实习舰长 而他也如愿以偿的完成了自己当时入伍的目标 只不过能够让韦慧晓唯一感受到不舒服的就是 他远离了自己的家乡和故乡 从韦慧晓的人生履历来看 他完全能够拿到百万年薪过着舒服的日子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 我相信他肯定是会选择百万年薪 而不是选择贪君 但韦慧晓不一样 他把自己所创造的财富全部奉献给了国家 如今的韦慧晓已经成为了绍兴舰的舰长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对韦慧晓的看法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